这样就完成一个很漂亮的兔子啦 大家好,我是Vex,又来上扭气球课堂啦 今课呢,又是非常简单的,搞一样东西 就是一条球的兔子啦 OK,首先呢,就是吹一条260的气球啦 今次呢,留一个拳头位的位置 好,又是在打裂那边开始扭喔 接着呢,第一个球呢,就是扭一个拳头的单铺 接着呢,兔子的耳朵会长一点的 那所以呢,大概是两个拳头位的单铺 接着呢,对折,做完另外一只耳朵 接着扭在一起,做成这样 接着扭一只两只手指的单铺 再扭一个拳头位的单铺做的手 再扭一个拳头位的单铺做的手 一个拳头位的单铺做的手 对折,做完另外一只 接着扭在一起 接着扭一只 好了,今次就要做身体的位置啦 那我会这样搭上了 搭上去的 搭上去之后呢,大概呢,多多少点呢 那就足够了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球太脹的時候, 可能按鬆一點, 多一點就夠了, 輕輕多一點, 接著將剩下的氣球按在後面, 令到整條球都有氣, 接著在最後這個位置留一個球仔, 留一個單鋪, 接著接扭在一起, 做到橫結, 接著將剛才的手, 前面的手, 放在橫結中間, 接著扭正所有東西, 頭向前面, 耳朵向旁邊, 這樣就完成一個很漂亮的小兔子, 各位, 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了, 下次見, 拜拜!